怎么了 毛毛躁躁的 松柏道馆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那群人说自己有什么 松柏老馆长留下的遗嘱 有继承权 松柏人说不过他们 道馆估计保不住了 人家道馆出事了 你这么经常干什么 那可是百草的松柏呀 你真的不管吗 我不管 还有事吗 没有 可我是心非的家伙 想什么呢 没什么 那没事 我先走了 你们说话呀都愣着干什么 怎么办怎么办 想办法 一封师兄跟预馆主打电话杀来了半天 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要是有余地的话 那预馆主就不会让一封师兄 专门回来处理这件事 让我们离开道馆 绝对不可能 我们要反抗到底 怎么反抗啊 飞鱼那个小师叔的功夫 你们也是看到了呀 硬的不行 买软的咯 不行不行 飞鱼的那个小师叔啊 一看就是冷血 冷面 冷肚肠 越感觉我们 说明对我们越残忍 好 我们在这儿胡思乱想也没用啊 既然他给了我们三天七现的话 那我们还不如就利用这段事情好好想办法 把这矛盾给化解了 说不定这恩怨消除了 我们就能和平共处了 哪有那么简单 八十年的恩怨 哪有那么容易就化解了 你们不行 并不代表别人办不到 神光前辈 神光前辈 暗阳人舞蹈 最有办法的人 你们不是认识吗 挺好前辈 哎呀我怎么这么笨 我怎么没想到呢 他可一直都是我们的福星啊 走走走我们去找 行了行了行了 等一下 你们去找他恐怕不太合适 这最合适的人选吧 我怎么会发现 老文才是谁 老文才是妈啊 你都不知道 老文是吗 什么呀 应该是用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兄 白草来了 走快点 走快点 小莹 咱们还是别去了 为什么 童童昊从头到尾都没有喜欢过别人 我只喜欢你一个 你让我等多久我都愿意的 听好 青梅 我一直特别珍惜跟你的友情 可是 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跟平豪前辈那么熟 他也帮了我们这么多 我们再多麻烦他一次 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麻烦他太多次了 我才不想再继续什么做 小莹 咱们松柏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 那我们事事都麻烦挺好的 可是我又一次一次让他生心难过 即使是为了松柏 我也觉得对他太不公平了 而且松柏的事情 还是我们自己解决比较好 因为元武道不就是要激发人的力量 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吗 我明白了 松柏是我们的松柏 行了 还要三天时间 我觉得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的 走吧 你呀 我保证不吃饭 不睡觉 不要把办法想多了 走吧 我也觉得我方天号 是一个拿得起方的小的人 谁知道 我 在感情这些事情上 还真就控制不住自己 哎 怎么样了 言言明明 怎么样了 你说话呀 表伯 到底咋了 死鬼 我们开会 你吓跑 来 三小阳 怎么样 有好消息吗 一样 别再吓唬人家小心葬了好吗 一变好消息 对不对 快说说说说 哎呀 你瞧瞧你们一个个 满脑子的不劳而获 我跟白草没有去找挺好姐妹 啊 啊什么 哎 有点稚气好不好 看看你们头顶 百折不挠 这是我们松柏的精神 来几个高手就把你们下成这样吧 还有三天啊 咱们不吃不睡也得把办法想出来 哎 说得大鱼里然的 你刚才拉着小扫槽轻冲冲的出门 不也想要有仇人来拯救我吗 嗯 哎 对了 你们没有人看到长安教练吗 啊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呸呸呸 乌鸦嘴 我们松柏已经够倒霉了 你不许再做出长安教练 啊 呹尹尚 呹尹尔 啊 啊